为了提供读者更舒适的阅读空间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年分馆将进行全面封馆改装 并且从11月10号起暂停服务 预计明年5月重新开馆 而新年分馆在10号这天 也特别举办了暂时不再见席别茶会 就老朋友一起来借书 并且会为记录改装前的样貌 借书柜台前民众大牌长龙 赶着在闭馆前的最后一刻把书籍借回家 由于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年分馆即将封馆改装 11月10号是最后一天营运 因此吸引了许多老读者前来借阅书籍 留下改装前最后的回忆 我以前有常来借书 但我看很多学生都是在这边在窒息 那一些就退休人来这边 就是看报纸看什么一些资讯的 新年分馆在10号这天也邀请社区居民 志工一起举办暂时不再见席别茶会 除了回顾新年分馆班到限制10年来的点点滴滴 回味图书馆的每个角落 另外也向大家介绍未来重新规划后的崭新面貌 新北市文化局长蔡嘉芬表示 这次改装是以读者的日常生活为设计概念 将增加亲子阅览室 多功能教室 数位教室等 适合各个年龄层的开放式主题空间 打造阅读与生活结合的学习型图书馆 我们有用新电锡当作一个整个布局的意向 然后让这个整个图书馆比较活泼 然后比较生动 然后我们也彩色白色的一个色系 可以呼应我们总图的一个白色的色调 那当然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跟上这个3C时代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笔电区 然后还有一些阅览的地方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亲子区 就是让小朋友跟爸爸妈妈 可以共读的一个比较独立的 然后比较可以在里面 做一些比较活性的一个阅览的利用 新北市议员陈宇君则指出 很高兴这次图书馆的改装 文化局广纳民众意见 让图书馆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 既然心愿图书馆要改造 应该听听我们当地民众的意见 那也谢谢我们文化局 透过这8月以来 然后让我们民众 然后带一些 就是用通过工作方的方式 带着我们民众一起来讨论 相信未来再次开馆的时候 内定是我们民众最期待的 最后文化局长蔡佳芬 新北市议员陈宇君 也象征性的将图书下架打包 期待明年5月重新开馆时 可以用全新的面貌跟民众见面 此外新年分馆提醒读者 暂停开放期间 民众可以就近利用新店区的 13个阅览式借还书 闭馆前预约尚未借阅的图书 将暂时转移到仁爱图书越来市 记者沈小旦张文琪新店采访报道